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静号到底又有多豪华多霸气呢 在游艇世界里任何的游艇如果长达75尺 或者是一间排屋的长度就绝对惯得上超级这两个字 平静号前后长300尺又或者是大约四间排屋的长度 上下至少是五层船舱 大小简直就媲美一艘渡人 绝对是超级之中的超级 目前它是全球第51大的游艇 这艘游艇有十个客房 另外还有桑拿房 蒸汽房 美容房 健身房 电梯 戏院 20米的游泳池 沙滩甲板 工作人员睡房等 如果这还不够夸张 那让我告诉你 它是世界上少数拥有直升机停机坪的游艇 而且它可以同时容纳26名客人以及28名船员 那为什么说游艇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呢 买得了游艇你还得要养得了它呀 据业界的计算 一艘游艇每年的开销是船下的十分之一 如果这个计算是正确的话 平静号造价10亿马币 要养这么一艘游艇 每一年就要一亿利级 那这都是一些怎样的费用呢 就让我们按平静号的公开资料 替刘特佐来算一下账 首先是燃油费 使用柴油的平静号油箱的总量是27万一千公升 也就是你车库里那辆Proton Vira的54200倍 如果我们以柴油在美国大约每公升2.5美元的价格计算 平静号每天买一次油就要67万美金 又或者是270万令吉 游艇向来又以耗油但是低效著称 所以笨重的平静号 胃口特别大 速度却不快 时速最高只达19海里 又或者是35公里 再来就是停泊费 买了游艇 你还总得要买又或者是租个码头来停它 世界上能容得下300尺长超级大游艇的停泊位并不多 我们在网上找了找发现黑山恰恰就有一个租金要价是15年8000万欧元又或者是每年2533万令吉 船上的几十名船员那也是定期要养着的 否则这么一艘庞然大物没人照顾怎么行呢 以平均每人每月4000美金而言 那一年下来至少花个500万马币的薪金 那是跑不掉的 另外游艇还需要定期的检查 维修还要付港务费 保险费 各种的税收 说了这么多你也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说平静号绝对是个烧钱的无底洞 问题是刘特佐的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 平静号最后的洞向是什么呢 刘特佐这两年来行踪不明 不过他拥有的平静号却不时留下踪迹 平静号最后为人所知的地点正是东南亚 6月13号他曾在柬埔寨海域附近出现 6月6号他则出现在新加坡以东南的海上 看懂了平静号有多霸气之后 大家接下来拭目以待的证事 到底美国的司法部怎么能将这艘全球趴趴走的游艇逮住呢 还是平静号也将像他的主人一样从此销声匿迹 简单明了一看就懂 我是谭心浩 下一集的三分钟